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统的讲度看我收入是很少的 对大家来讲这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这样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被改变 33岁做人生的抉择要一个大转变 是困难还是很简单的事情 梦想归梦想 现实还是要护亡 我刚好希望她能够赚钱 我妈妈常会担心我就跟妈妈说 先撇开很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来讲 就是我现在对我在做的事情 感到很难迷 为了要打拳 婚姻也完掉了 一波高峰 一波高峰 把手放在那裡 那是結尾 讓你受教育 然後他打拳 不太能接受 我覺得 就算你打到世界冠軍 又能怎樣 我做金融業 我剛好打了一波高峰 所以那幾年 是我收入最高峰的時間 社會地位 經濟地位都不錯 可是我在內心的自我肯定感 反而是降到谷底 在國外他們是比較不會干涉小孩子 那台灣的話就是不一樣 從我決定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家人不太能接受這件事情 結果關係有點微妙 希望以後可以把這個狀況解決吧 希望以後可以把這個狀況解決吧